我之前就是有病人搞錯啊 他就是在粉刺痘痘穩定期的時候 他不是擦酸淚去做維持 他竟然給我整臉都吐 阿! sill 這是完全大錯特錯 大家一定要記得不是這樣子擦的 Hi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林人軒醫師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皮膚病 還有醫學美容的最新訊息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吧 很多人會因為痘痘問題來看門診 我都會問他們說 你們之前接受過什麼治療 還有你藥膏是怎麼擦的 畢竟會失敗總是要先了解一下失敗的原因嘛 那有些人就會跟我說 他的抗生素藥膏是擦全臉 不然就是說酸類藥膏只有點在痘痘的部分喔 那甚至有的病人他是採用佛系擦藥法 就是說有想到的時候才擦一下其他就隨緣喔 這些擦藥方式都不正確喔 錯誤的擦藥方式就註定你的抗痘之路一定會很坎坷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教大家那些藥物要怎麼擦比較有效 還有你擦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才可以減少不舒服的副作用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長的帥長的美 而我卻只能長痘痘呢 長痘痘啊跟皮脂分泌過多 毛囊開口過度繳化造成阻塞 搓疮感菌還有發炎有關 因為青春期荷爾蒙的影響雄性素它會增加 會讓皮膚的皮脂腺分泌量上升 加上就是你毛囊開口的角質不正常的堆積喔 皮質加上角質營造的環境 它其實會讓錯痘感菌啊 在我們皮膚上開始繁殖 那錯痘感菌呢 它又會誘使我們的表皮細胞 分泌一些細胞激素 讓表皮細胞就會不斷增生 然後就堵塞毛孔 就會形成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微粉刺 那粉刺發炎當然就變成農包啊痘痘 那如果你不治療的話就會變成痘疤 那痘痘的外用藥膏就是針對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激轉呢 去做阻斷 那這樣子才能有效的治療 首先先講外用A酸的部分喔 外用A酸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的表皮細胞排列正常 還有抗發炎 還有殺錯痠感菌的功能 那它甚至也可以就是淡化那個黑色素喔 講白一點就是外用A酸它可以幫你除掉舊粉刺 預防新粉刺的生成 沒有粉刺蛋就不會長痘痘嘛 那當然它對的就是發炎痘痘它也是有效的 這樣也就表示說其實你的A酸應該是全臉都可以擦的喔 你只要避開就是眼周的部分 鼻子的勾勾還有就是最靠近嘴唇這一圈皮膚就可以了 那外用A酸雖然是好藥喔 那也不是先單 你總是要給它就是幾個禮拜的時間 配合你皮膚正常的代謝週期 它才能將粉刺清除乾淨 那這邊也要提醒大家喔 一旦你停了擦的A酸喔 你臉上的粉刺它還是會再長新的出來喔 所以美國皮膚科醫學會其實建議大家 如果在粉刺青春痘的穩定期 其實你還是可以繼續擦A酸齁 去維持你的膚況才比較不會復發 那有病人聽到這樣子他就很吃驚 他就說蛤?那這樣子擦A酸不就是治標不治本嗎? 可是你想想看啊 你也是天天擦保養品天天吃飯 你怎麼都沒有怪他們治標不治本呢? 基本上齁真的是很真心建議 如果你治療粉刺痘痘已經穩定了 還是要繼續擦外用A酸 有擦有保佑啦 省得你之後復發的話又整個砍掉重練啦 那有不少病人還會問說 A酸有感光性是不是只能晚上擦 就是怕白天擦臉會變黑 我去幫大家就是整理一下教科書還有文獻喔 其實應該是說 第一代的外用A酸他其實照了光他會不穩定 所以他要晚上擦 第三代A酸他就沒有光不穩定性喔 可是因為擦A酸他其實會讓我們的角質層變得比較薄 那會增加太陽的穿通就怕比較容易會曬傷 所以還是建議晚上擦比較好 可是這邊怕大家誤會所以還是要澄清一下 擦A酸是讓我們的角質層變比較薄 不是表皮層 擦A酸的話表皮層是會增厚的喔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了 那有些病人會擔心外用A酸會有一些脫皮啊 刺激的問題 那這邊我們就來教大家說你應該要怎麼擦 才可以減少就是初期皮膚的不適應的感覺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晚上溫和洗完臉之後 你可以用少量的A酸 譬如說兩三顆綠豆的大小 就是薄薄的整臉塗喔 那之後再擦乳液 如果說你真的這樣子擦的話還是覺得臉很乾啊 會脫皮不舒服的話 那你可以就是先擦乳液 擦完乳液之後再全臉薄薄擦A酸也是可以 那一開始你用量如果拿捏不好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就是譬如說先兩天擦一次就好 等到二到四個星期你皮膚慢慢適應之後呢 再變成天天擦也是可以 不然也是可以一開始的二到四個星期你就塗A酸 大概填留在臉上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後 你再用水洗掉 刺激感通常都是一開始的兩三個禮拜比較會有 等你就是慢慢適應之後其實就會比較好 大原則就是說你A酸就是要用量少不要急 然後也要適度的使用保濕乳液 讓你的皮膚慢慢去適應A酸 A酸它用的好的話可以讓你的膚礦上天堂 用不好的話當然就是刺激啊脫皮乾燥的話 你就會覺得再像地獄一樣了 目前外用A酸呢是出到第三代 那之後也會有第四代的A酸引進到台灣 那大家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 再來是杜鵑花酸 杜鵑花酸也叫做人二酸喔 它有抗菌啊消炎清除粉刺 還有蛋化黑豆八的功能 那杜鵑花酸它其實也是可以整臉擦喔 反正它就是可以除粉刺啊可以消痘痘 那之前有提到外用A酸可以在粉刺痘痘穩定期的時候 繼續擦維持膚礦 那其實杜鵑花酸也是可以喔 而且杜鵑花酸還有個好處 就是說它懷孕也可以擦 因為它懷孕等級是B喔 其實很安全的 那只是說它擦起來會有一些刺氧感 這是正常的 大概三到五分鐘就會過了 和A酸一樣你可以擦完杜鵑花酸之後再擦乳液 或者是說反過來你先擦保濕乳液 再擦杜鵑花酸也可以減少刺氧感 假設說你真的很擔心 就是一開始全臉擦會讓你刺氧到懷疑人生的話 你可以先擦在臉上局部的部位 譬如說額頭比較嚴重就先擦額頭就好 或是只擦下巴 等到你慢慢適應之後呢 你再整個全臉擦也是可以 那當然就是要記得就是你眼睛周圍鼻子勾勾 還有最靠近嘴唇外面的皮膚就是不要擦到會比較好 那再來是抗生素的部分 過去幾十年啊外用抗生素像是紅梅素啊 克林達梅素啊都被拿來當作痘痘的外用藥膏 因為他們刺激性低而且不會沾染衣服喔 可是因為抗生素會有抗藥性 那所以現在完全不推薦只單用外用抗生素治療請純痘 還是需要合併一些口服抗生素啊 外用過氧化本或是其他藥膏才可以 那外用抗生素就只能針對發炎的病灶去做治療 就是譬如說農包嘛或者是腫痘 它對非發炎性的病灶像是粉刺 它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喔 所以抗生素藥膏它不能整臉擦 而且它也不能夠拿來維持期的時候擦 因為這樣子長期使用會產生抗藥性 我之前就是有病人搞錯啊 它就是在粉刺痘痘穩定期的時候 它不是擦酸類去做維持 它竟然給我整臉都塗抗生素 真的是完全大錯特錯喔 大家一定要記得不是這樣子擦的 再來是過氧化本 過氧化本它可以清除粉刺 而且針對錯川感菌它也有殺菌的效果 可是它跟抗生素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過氧化本它不會有抗藥性 所以它其實可以跟外用A酸啊 口服或者是外用抗生素去搭配使用 然後加強治療效果 那它的濃度大概是2.5%到10%都有喔 但濃度越高對皮膚的刺激性就越大 當點都要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只能在就是發炎的痘痘 就局部點點一點點就好 你不要一整坨藥膏狗在上面 這樣子就太多了 這樣子你的皮膚就有可能會刺激發紅或脫皮喔 使用過氧化本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藥膏它碰到有顏色的東西 譬如說你黑色的衣服 或者是頭髮 它其實會讓它吞色 譬如說黑色變白色 你頭髮也會變白 所以如果說你要擦在身上啊 或是靠近髮際線的地方 你可能要比較小心一些 那目前市面上它其實有過氧化本跟抗生素 還有或是過氧化本跟A酸的一些複合藥膏喔 目前來講的話 過氧化本合併第三代 A酸Adaptorin這個複合藥膏呢 就是說 A酸它其實可以增加過氧化本對皮膚的穿透度 那研究就發現說 你用這個藥膏兩個星期之後 青春痘就開始有改善 那所以就是兩者合併使用 又比你藥膏單獨使用來的效果還要好 而且過氧化本合併A酸的藥膏 其實在粉刺痘痘穩定期的時候 也是可以繼續使用的 今天教大家如何正確使用痘痘外用藥膏 抗豆腐上能夠少吃點苦 之後再幫大家做個總整理喔 在清除粉刺效果方面呢 其實外用A酸是最好的 是搶的 然後杜鵑花酸是中等 過氧化本呢是弱 那外用抗生素則是沒有清除粉刺的效果 那殺菌方面呢 外用A酸大概是弱的 然後杜鵑花酸是中等 過氧化本呢 跟外用抗生素的部分都是強的 那抗發炎部分呢 外用A酸 就是作用是中等的 然後杜鵑花酸是弱的 過氧化本沒有 沒有抗發炎的效果 那外用抗生素的抗發炎效果是弱的 那蛋化黑色素部分的話 就只有外用A酸還有杜鵑花酸 它可以蛋化黑色素 過氧化本跟外用抗生素來講的話 它就是沒有這個效果喔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 並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希望大家在看抗痘 痘痘不是看著就會好 會讓皮膚的皮脂劍粉 等你長痘就知道皮脂劍 你嗎 應該嗎 隨便 接著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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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